好 主要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立法院最新 昨天立院的院會通過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以及刑法的藐視國會罪通通三讀闖關了 不過就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通過三讀的時候 監察院就發出了新聞稿 認為說雖然是立法院的職權 但是部分的條文其實超過了憲法的規定 以及超出了大法官釋憲的範圍 認為是違反權力分立 稍早吳宗憲有最新的說法 馬上帶你來聽 這都是法定的程序 那很多也是憲法 所以我們都尊重 我個人是認為監察院不宜發這樣的新聞 因為大家是當事人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比較認為不宜 但是既然監察院要用監察院的態度去發 那還是一樣我們就是予以尊重 至於說我國是五權分立國家 這無庸置疑的 但是可以去參考一下 在歷次的大法官會議解釋 那大法官會議解釋就立法院的相關調查權限的範圍 其實都有規範 那我們這次的法律設計就是在 我國憲法以及憲法專修條文 還有歷次的大法官會議解釋之下 我們做出來的架構 甚至我們的相關法則 雖然這次被罵得很嚴重 但是相關的法則幾乎都是全世界最輕的 好可以聽到 吳宗憲就批評監察院不應該發這樣的新聞稿 包括了昨天民眾黨的黃國昌就強調了 國會改革的下一步 有可能要廢除監察院 不過面對於昨天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以及刑法的藐視國會罪三毒闖關 民進黨這邊的態度非常的清楚 就是一定會提出視線 另外在政院的部分 目前也都在研拟相關複議程序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